截然减碳永续发展成为全球趋势 也是台湾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目前各国达成了2030年中期减碳共事 行政院农委会有鉴于此 特别深耕有机无毒农业30多年的军达集团 7月24到26日在花莲举办了 2023永续农业绿色旅游研习论坛 串联产观学界力量 从永续减碳面向来探讨农业和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模式 深耕有机无毒农业30多年的军达集团 从7月24日到26日三天 并且在花莲五星级让院美帝度假酒店举办 2023年永续农业绿色旅游研习论坛 串联产观学界力量 从永续减碳面向探讨农业与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模式 共构永续农业绿色旅游生态系 一起迈向永续之路 农委会主委陈中表示 花莲有机栽培面积是全国的最前面 所有休闲农业旅游做得好 还有许多小农的配合 正在这土地配合农业会的政策 做碳减量循环 希望透过花莲在地推广 达到永续农业绿色旅游 跟绿色旅游的重要的县市 而且可以从这里来做出典范 让全国效法 第一个我们的有机的栽培面积 是在全国最前面 那我们所有的休闲农业旅游 在花莲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更重要的是在这里 有像我们英董事长跟许多的小农 正在这块土地 那辛苦的工作 而且配合农委会的政策 在减量 在做碳循环 在做碳汇以及整个循环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花莲 这样的一个在地的这些的推广 来达到我们永续农业跟绿色旅游 现在许正伟相当肯定 俊大集团推动永续农业绿色旅游 绿色旅游这个论坛 其实在花莲我们是实践 不断的不断的实践 从我们的整个修区 或者是我们的产业环境 但是我想花莲是一个观光的县市 观光的城市 更是一个永继以及农业的城市 所以在这里除了我们要将 绿色的旅游产业面接起来以外 如何协助我们的农业 能够永续的发展 我想这就很重要 而这也是在我们农委会未来提升到农业部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俊大集团参访 俊大集团参访的董事长 俊重则表示 俊大做的就是同时让消费者信任 绿色旅游是相当的重要 是爱护地球的表现 30多年来不用化学肥料 有机种植 有机养植 提供消费者最好的 GTS认证是一个欧盟的认证 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 GTS是一个叫绿色永续旅游 绿色当然就是很环保 这个是环境友善 那我们军达30年来 坚持一个有机的环境 友善大地 然后希望提供最好的 在旅游的过程里面 都是绿色的一种 不管是餐食或者绿色生活 我想这是一个地球暖化 身为一个我们讲的 官方产业的业者 要尽心尽力来做 而我们30年一路走来 我们觉得我们在实践了很多 所谓ESG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同时 能够得到国际的认证 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责任 这次沿袭永续农业 绿色旅游一题 邀请政府、学术界 以及企业界的专家 分享休闲农业 最新的趋势 并且透过论坛 共同探讨休闲农业 创新的经营模式 参加者可以住在 央月美地最大酒店 实际体验绿色餐食 持农教育 绿色旅游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 接下来就讲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